7月1日推行了國安法之後 整個社會我覺得安全了 也都是安心了 很多人不會因為政治上的增壓 而要有很大的衝突 同時間讓導社會的施政 政府的開會效率 其實都是快了很多 上年最嚴峻的時刻 很多私了 很多打斗 很多破壞 就算走出街 其實都很擔心 會不會因為這件政治事件 而令到自己的安慰 都是有很大的危險 同時帶小朋友出去 都會覺得很害怕 很多黑默默 很多黑衣人 很多破壞 無論大人小孩 其實都覺得很不安 勾結外國勢力 這一幫人 其實現在逐漸都已經受到政治 或者一些法律的制裁 我知道有一幫人 正在逃走 凌亡 其實在他們的生活 我見不到有任何的前景 有些人要斷截關係 其實我們相信這一幫逃走的人 都不會有好下場的 第三條立法 是香港政府的憲制的大陣 我們每一個的市民 都希望可以盡快去落實 推行有限前的這個條例